来自端南町的消息 这是三年前端南町生日到六年中心 当时端南町的投资官的官党许秦浩 邀请到志冈丹美人来加立 在三年来 六年中心的课程 竟是很多顶部生活的重心 在丹美人是重要的退出记忆 也设计到好人好俗代表 根本住在台中 后来帮到端南町的丹美人 根本是本来国秀丹念到投资的志冈 在无意中的机会 看着自己的杜资官在教科第几领馆 是顺利客出并分派等来担拿 第三年才能看官党 党办到担拿町的六年核心中心 问他有议官帮忙担任志冈 虽然那时没有什么叫六年 但因为经意就来答应 从无到有 他就是已经变成全职的志工 然后对这些长辈的服务 还有规划课程 然后去受训 都完全都投入 全新的投入 不予引力 所以我非常感动 那就是代表好人好自赞 但美人表示 六年第一年是不断的挑战和合适 参加第一期六年专业 教育领馆专案管理人的背分之后 这渐渐设施到六年的精神和重要性 因为每个人都会努力 如何合选背 让你精彩 何的快乐 就是每个六年重心的素兵 这就是现在 那我只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而且让我觉得说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那热灵中心从我从101年开始到现在三年以来 其实我觉得热灵给我的 比我付出的还要多 因为真的得到太多的知识 太多的跟学员的互动 那在整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学员给我的回馈也很多 其实我真正觉得说得到最多的是自己 有很多人问我说 你来热灵得到最多的是什么 我就只能讲得到最多的是快乐 因为我们都是自公无自私 但是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你目前大约定在六年 学生中心由电力投资罐 结合到电来各社区来推行 包括办理到歌唱 无德思法和微微电脑顶 你但美金也是大约定在六年中心的重要推秀一日 世音新闻口要向大约定采访报道